台湾大学校场馆中免23日首度主持台大校务会议 会中并针对林选事件以点逐条做一五分钟的报告 馆中免表示 回顾林选到上任过程 每次就向他的身上划一刀 他并以著名的石灰林凝聚粉身碎骨魂不怕 要留清白的人间自愈 质疑我们台大真的有资格林选吗 馆中免揭露当初没有意愿参加校场林选 但其他老师劝劲将他推入火坑 且他自认当选可能性低 步不放在心上 2019年1月初还去动了一次白内障手术 不料五天之后便爆发林选风波 我虽然面带微笑 但深入其中 你就会知道可怕 馆中免特别致坐台大校长林选于风波简报 针对担任读董却未揭露的争议 馆中免表示 他担任读董 不仅公司发布重大讯息 让是长级社会大众指导 媒体也报道了 校方也知道并同意 我不是台大第一个人 也不是最后一个人 知无为何为写入台大校长林选履历 馆中免解释 他参加的是台大校长林选 是要列出相关的行政及学历经验 如果当初林选办法表明 担任读董一定要写入绿地 当时就一定会写 馆中免并提到 在所有指控中 伤害最深的就是论文抄袭 馆中免指出 当初被指控抄袭的文本为 ECFA早收清单效益 是共同研究者讨论用草稿 真正的论文尚未动笔 换言之 论文只有是算结果 根本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怎么会有抄袭 对吴傅中国兼职一事 馆中免说 受人情之多最常去厦门大学 傅中国只参加学术会议与专题讲座 并未担任任何教职 也未指导学生论文 且就按照校方刑假规定 检视相片 馆中免表 如果当初离选办法表明 担任读董 一定要写入履历 当时就一定会写 摄影张哲伟 令针对监察院大和他兼职写稿 馆中免表示 美国时有政务官评论经济 政治情势 且常被人引为美谈 在台湾却变成大和的基础 更令管中免感到可笑的是 监察院提供的政务中 无法指出哪些稿件出自管中免之手 其中三分之二都不是我写的 监察院自己都认不出来 管中免痛批 监察院用各种稀奇古怪的理由来推测 他是美洲撰稿 美洲获得稿费若干 甚至以前总统陈水边写稿的稿费 来推断金额 开玩笑 我写稿深 价怎么可以跟陈水边比 当然高一点 甚至批部分媒体还擅自帮他算上年终奖金 引发会长一阵笑声 管中敏在谈道 监察院为了 证明他违法 甚至调阅个人约二十年报税资料 逐一清查 但这段时间内多数时期 他根本不是公务员 部署监察全行使范围 学生代表崔检讨报告 在管中敏结束报告后 台大学生代表质疑 台阁大副董蔡明星为乌林选时回避 对此管中敏回应 两人除了在台阁大董事会 碰面之外私底下没有接触 他是否在会议中发言我也不知道 没人告诉我林选委员内部情况 管中敏强调 外界屡屡指引读董与企业有利益输送 但读董其实要落实监督 是站在企业队立面 且尽管会对上市公司监督非常严格 这之中没有利益纠葛 令针对教育部前部 一柔制以检讨报告进度 对此台大校方回应 教育部只是25日才能对外公布 摄影张哲伟 对此台大主密孙致孝回应 教育部要求25日送达教育部后才可对外说明 目前还在进行最后会证 25日当天一定会公告 台大机械系教授陈炳辉会前授访时表示 所有东西都要透明公开 检讨报告应该要让多一点人参与 而不是只有学系的行政机关 摄影张哲伟 针对检讨报告 台大机械系教授陈炳辉会前授访时表示 所有东西都要透明公开 检讨报告应该要让多一点人参与 而不是只有学系的行政机关 另针对本次校务会议 几台大学生会有直播 媒体只能录影一事 陈炳辉不以为然 如果连立法院会议都能直播 为慎魔台大校务会也不行 中央社记者陈志中台北二三日电台湾大学校场管中 敏今年一月上任后 今天首度主持校务会议 多位校务会议代表会前表示 会针对校长林选争议提问 希望管中民秉持开诚不公原则 向全体师生说明清楚 台大校长林选委员会无名 国一百零纪念一月 选出馆中免为新校长 原定同年二月上任 但教育部认定林选程序有瑕疵 要求重体林选遭台大拒绝 双方将持近一年 历经三任教育部长辞职 直到去年一二月二十四日 前教育部长业俊荣召开记者会宣布 免宇同意 管中敏担任台大校长 台大今天上午举办 一百零七学年度第二学期 第一次校务会议 管中敏首度担任主席 会前面对媒体相当低调 只说谢谢大家 会议一开始时 他向全体会议代表承诺 今天会有十五分钟 针对林选事件的报告 台大学生会常乌一柔表示 校长林选争议至今五百多天 管中敏对公监察院的战盒 调查报告长 还有很多没有回应 作为校长 有义务跟全台大同学说明清楚 校务会议学生代表在会前已有邪调 今天一定会用提问或临时提案的方式 要求管中敏有所说明 吴一柔也说 教育部今年一月同意聘任管中敏时 要求台大在三个月内提出检考报告 现在期限将界 却没有看到校方提出任何资讯 他认为这份报告会影响教育部修订大学校长林选规范 校方应该事先让校务会议代表过目 媒体问及管中敏上任后是否有与学生组织沟通 无意揉手 队伍许多学生议题 管中敏都有面对面沟通过 但队伍校长林选议题则没有具体回复 台大机械系教授陈炳辉受访表示 校长林选的检讨报告 应让多一点人参与 不能只是学校行政机构 至少校务会议代表要能参与 他并说 台大校长在学术之外 以得福人也很重要 管中敏如果认为自己所做的事都合法 就要贪在阳光下 让师生信服 否则纷争永远无法米平 陈炳辉并认为 几乎透明 公开原则 今天的校务会议应该开放直播 立法院都直播了 为什么校务会议不能 台大校长馆中 明明二三日将屋上任后第一次主持校务会议 日前则有台大教授出面胡须 应针对管中敏争议令起专案小组评议 或要求校方针对临选期间争议程序做说明 台大一位资深校务会议代表则表示 教育部 工程会等都在针对争议事项做调查 校列令批调查小组时没必要且非常慌怒 根据媒体报道 台大一名教授质疑管中敏违反高尚品格条件 呼售台大校务会议组成专案小组 针对管中敏事格性进行评议 一名台大资深校务会议代表接受电访时表示 政府已经动用国家机器 把管中免20年报税资料从头到尾翻了好几遍 已经违反当事人隐私权 再者 兼职等争议事项 已经交由工程会处理 教育部也组成调查委员会 实在没必要再交由台大教师群另做专案调查 一点必要都没有 该名教授也谈到 教授是广义的公务员 但又和一般公务人员不一样 过去台大有教授旅上节目当名嘴 事后教育部增为该案修订公立各级学校专任教师兼职处理原则 全序部也做过相关函事 认为特邀专栏转找不算兼职 但监察院报告上却被提及 指控管中免犯法的教授也选择忽略 这些工 其他的人都没提到 非常不公平 调查小组非常荒谬 没什么好喧嚣的 该教授表示 相信台大老师的判断能力 退屋学生团体可能会在校务会议上针对兼职 临选争议提出讨论 教授则表示目前不知情 去年教育部以程序瑕疵 退回台大校长林选报发卡管风波 直到前教育部长叶俊荣任内才免于聘任 但要求台大校方屋三个月内 针对诸多林选争议提出检讨报告 教授表示 该报告已经提交教育部 教育部近期也召集顶大校长商讨修正校长林选办法 外界要求台大修改校长林选办法 教授认为站无需要 应等教育部先将无法修改完成 大致拟定 校方再做林选系的修正才会更为精准